何师傅在绍兴开公司做家政相关的服务和培训 最近几年一直用58同城商家版给自家账号做推广 比如说我做空调遗迹嘛 它会在空调遗迹的页面展示 就是我们充了钱之后它会进行一个排名 你比如像夏天天气热一点的时候 那空调的定单量就会多 那像现在的话单子就会少一点 培训单是今年才开的也没什么单现在 何师傅说为了推广公司的培训业务 2月底他找到财制大厦里的58同城绍兴授权服务中心 签了合同支付了18800元 给现在这个账号购买了一年会员 开通了多个功能 我们的信息可以在58同城的网站上进行展示 当有用户需要这些服务的时候 会通过58同城来看到我们 前几天是因为晚上没事 我看一下我的账户信息 然后一看 有一些费用莫名其妙的 被扣了2000多块钱 然后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对接的业务员认为 可能是使用了一些功能才被扣费 何师傅不认可 我问业务员 我说我这钱怎么会被无缘无故扣来 他说你是不是点什么什么了 我说我记得没点啊 他说你肯定是点了 具体点了什么何师傅表示不清楚 他说只知道现在的扣费速度跟之前不一样 打比方说我一个信息嘛 比如说我一个书通管道 我做一个月大概扣费就是1000块钱 那这个钱耗完之后 我第二个月我还要用里面的余额去进行推广 那当我钱没有的时候 那也会打会打电话给我们 让我们再充钱 找到58同城绍兴授权服务中心 跟何师傅对接的业务员不在 公司负责人表示 需要了解情况再回复 何师傅后来反馈 他查询到自己的账号 每天都会消费一个叫接单助手的功能 涉及的推广币有2500多元 记者反映给58同城平台方面 工作人员回复 客户在不了解接单助手的情况下 误点了接单助手 检查记录后 发现扣款累计1992元 目前已将客户误购买的费用全额退还 1818黄金眼记者绍兴报道